所以自備款我看 跑不掉 Youtube 好好賺 對 我也斷清楚 沒有 我真的有賺 不是 因為你剛剛 就是看預售物 然後建商都會講說 或代銷就說 我就是 時間賣完以後 我就要再漲價囉 你就會說 天啊 我現在趕快下訂 所以重點來了 跟主瑞哥就買房 想買房不知道怎麼開始 覺得買房很難嗎 讓瑞哥帶你輕鬆買房 我是佳玲 我是瑞哥 歡迎收看 跟著瑞哥 Chil 買房 最 Chil 的房屋話題 全部都在瑞哥這裡 沒錯 說到買房這件事情 在你的人生選項中 有這麼一件事情嗎 自從那個27億離我而去之後 我覺得 我現在只想要 等一下吃什麼而已 等一下吃什麼 那我們來討論一下 等一下吃什麼好了 真的嗎 好 沒有啦 其實應該是說 買房這件事情 真的是一件大事 沒有錯 對 但是呢 大事也可以讓他一步一步 一個一個步驟的去 把它完成 嗯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節目最大的一個宗旨 就是很輕鬆買房 好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來歡迎 我們第一集的來賓 對 我們第一集來賓很厲害喔 對 就是要來求助於我們 沒錯沒錯沒錯 好 讓我好好來介紹一下 沒問題 好 非常厲害的YouTuber AKA 應該算是買房苦主 同時呢 AKA是最萌身高差的夫妻檔 同時還是 黃金的爸媽 歡迎彥廷跟巨人 我剛才這樣做這樣子有沒有 對我看你已經很緊張了 然後突然發現AK越來越多 他就這樣 尷尬的感覺 尷尬的感覺 因為我想說你知道講長一點 也許就是我們那個點閱率會高一點 對而且越聽越厲害 我剛才想說這樣然後要買房的苦主 對耶 真的是 真的是苦主 真的是苦主 買房真的好難 太難了 我有聽說就是好像你們也有開始就是 陸續想要買房子的 這樣一個念頭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 對現在人來說 因為以前都覺得租房就好看 對 但是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面臨到房東突然要買房 收走 我就沒辦法了 然後另外來說 我為什麼要幫我房東繳房貸呢 這個關鍵非常的正確 其實永遠沒有一個保障 但是 還是得幫他繳啊 沒錢買啊 對 其實其實其實買房這件事情 一直是一個很 大家覺得很困難的事情 嗯 所以呢 我們今天應該是要好好的先聽一下 到底你們對於買房這件事情 你們到底有什麼樣子的 需求跟想法 我今天準備了一個圈軸 圈軸 哇你太誇張了 但是我們上節目到習慣了 不要自備 自備一些 沒錯 我們需要的房型是電梯大樓 電梯大樓很久 三到四房 課程需要大一點 那房間 A few moments later 五年最好 好好好 來 我跟你講 這需求太多太多了對不對 應該是說 我們先看的需求之後 那其實我比較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想買 想買房子的想法 的那個念頭 到底是因為什麼 第一個就是 它是我自己的東西 對 我繳這個錢是我心甘情願 嗯 不是腳的房東 對 有土私有財 沒錯 對對對 那還有呢 我們加上我們有很多老小孩 對 那現在找豬床 要找到可以養老小孩的很少 沒錯 對 你說房東聽到你有點重 我就 我就拒絕 就不OK 那如果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房子 那我想多養多少次都可以 沒錯 沒錯 那你們說到壓力 那你們的一個大概還款的一個方向 就是說你們的月付款啊 自備款啊 這個部分你們大概是 是 這就要交給你手 OK 那我們的自備款大概是 因為我們是想買大間 所以我們的坪數大概是 主建物大概35坪上 嗯 所以自備款我看 跑不掉 XX台灣上 XX VTB 欸我們 我們可以直接 把那個錢講出來嗎 會不會太尷尬 就是這個大概Range 大概Range 大概Range 對 不一定是這個Range 這個是一個夢想 大概沒有嗎 我們沒有就沒有 我們真的沒有 大家買房東會有一個夢想 大家我現在以為 YouTube版很好賺 你真的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好賺 真的沒有 剛剛我們講說就是 你大概準備了多少錢 就覺得說 欸每個月可以繳多少貸款 每個月可以繳多少貸款 但是要記得 當然是月上 裝潢費要算進去 嗯 因為我們買房子 總是要裝潢吧 哇 那我們是不是買的啊 嗯 有點硬 大概抓個6到8萬 6到8萬 OK那很多啦 我覺得YouTube可以好好賺 對 沒有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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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剛加上了裝潢 好慌可以口水 我們是要求蠻高的 所以 會比較貴一點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教一個簡單的一個速算方式 嗯 支付款的部分先切開 那我們先講一個月付單 嗯 月付單其實現在銀行貸款 其實主要分成兩種 嗯 一種叫做在前面指繳利息 對 就是說可能前三年我只還息 那後面再還本 對 寬限期 那另外一種就是我本利一起攤還 嗯 好 那它的計算方式很簡單 有幾個數字 你們大家幫我記一下 嗯 第一個數字 數字叫做1350 第二個數字叫做3800 第三個數字叫做4880 這個三個數字就代表 你可以負擔的金額 簡單來說好了 假設你貸款金額是1000萬的房子 嗯 寬限期裡面就是 三年內你要繳的利息就是1350乘以10 1350 所以是多少錢 數學題 13500 沒錯 就是在你三年 三年內的部分就是 繳關於指繳繳13500 嗯 那再來在後面的27年的話就是用3800去乘以10 3800 3800 對 這個是指1000萬的房貸 前三年寬限期後面27年本利還的狀況 那另外一種 因為可能有一些人收入比較高一些些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用20年本利還去算 OK 那我剛剛講4880對不對 對 好 4880乘以10 對 18800 沒錯 Bingo 我們這個後面會不會上那個字幕 因為身為一個文組的我 我已經開始亂掉了 真的嗎 其實我們只要去把這個速算的方式記起來 就很清楚可以知道 我自己大概可以負擔多少的負擔 每個月大概叫多少 對 就像你剛剛說可能你是6至8萬嘛對不對 好那你就用6萬回除3800 大概就可以知道 OK我如果待30年我可以負擔多少的房子 這個邏輯 話說回來就是 那麼大的需求 我們如何把它簡化 嗯 其實我這邊大概有提了一個 就是比較簡易版的一個 這個 準備了一個表哥 我們從 你說想選的地點 然後你想選的類型 那再來房齡 屋齡 屋齡這件事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於說 因為你可能這房子一住 住了5年10年20年 嗯 那你如果現在買了30年公寓 那你有可能再住了20年 房子有50年的 對 你就要想看50年後這個房子的殘值 到底更不夠 但會不會有可能老的房子 單它之後還有可能升值 老房子有升值的話 除非它改建的機率很高 都更嗎 都更或是微老 可是以目前 你望過去 很久 對很久 看不到 再來就是格局 就是例如說你們需要 三個房間兩廳兩位之類的 然後你們剛講的預算 然後以及你有特殊需求 例如說 你想要養貓養狗啊 之類的 這些都是有特殊需求 或者是 有人想要 例如說你覺得 我想要有一個公園在我家旁邊 哦 遛狗旁邊 那把這些 都列完了之後 我們再好好的評斷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開始調 懂 我要這樣寫 沒有 轉過來 不好寫 地點就在新裝 欸為什麼是選擇新裝 因為感覺好像 蠻多人會想要選在一些 比較淡黃區 或是更是中心一點的 因爲買不起 因爲買不起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觀念很好 因爲他們剛剛講說 我們需要的坪數就是這麼大 嗯 可是呢我的預算就是這樣子 對 他們知道我這個預算 可能沒辦法買到 大安區 新一區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地方還不錯 他們就選到這邊來 因爲在同樣的價格之上 我們會重視 空間的舒適度 沒錯 因爲有時候那個錢 買到淡黃區 一樣的價格 但是空間很小 你就一進去 就是那種一進去房子 就會覺得 塞滿滿 很擁擠的感覺 對 對 對那剛好我們新裝 就蠻常去看了 就發現他的 格局都蠻大 對 而且其實如果有開車的話 好像 交通的問題 就未必說一定要選擇 所以我們就會 把交通的距離 算在30分鐘左右 其實我們有算過一件事情 就我一樣住在台北市好了 我一樣在台北市上班 例如說我在內特上班 我住大直 跟我在內特上班 我可能搬到 例如說高速公路上去 到那個新裝 五谷那一帶 它其實通勤時間是一樣的 因為你下班時間出來就是塞 都是塞 就是塞 對 所以其實不會比較便利 而且可以換到更大的空間 對 電梯管理員 電梯大樓 對 我覺得這超重要 很重要 非常重要 尤其是現在就是 現在人收包裹 現在年輕人應該沒辦法接受 就是自己倒垃圾 然後自己收包裹 這種的 比較少 因為公寓型的比較不滿 比較麻煩 對 OK 寫好了 好 看看 來來來 來 首先 地點的部分是新裝 還蠻明確的 嗯 那再來就是要有電梯有管理員 那這裡也蠻明確的 嗯 再來 五至十年 對 講到屋齡啊 其實我還蠻好奇的 是不是有分成幾種 像是 預售屋 新城屋 中古屋 這到底是要怎麼區分 呃 我來解釋一下 基本上呢 預售屋的部分啊 就還沒有取得 使用執照的階段 他就算預售 所以預售不是只有單純 就是還沒有開挖 有一些已經蓋到一半在賣的房子 都算在預售的類型之類 已經邊蓋邊賣了 那也算預售 對 那也算預售 對 那如果他今天取得到的 使用執照之後 再開始銷售 這就叫做城屋了 那城屋的屋齡計算方式 就是以使用執照取得的時候 開始算 例如說你可能看這房子是5年 它的基準點的起算日 就是從使用執照那一天開始算 5年 10年 15年 是用那個東西去做計算的 那會不會再買預售屋 跟城屋價格會有差 應該是這麼說 在預售的階段 因為什麼都看不到 對 照理講 它應該是屬於 就是 可能你的取得成本可能是最低的 因為你在看不到的時候 就進去買了 那隨著房子慢慢蓋起來之後 它可能它的視野 動具 所有東西都是定型的 就是我都可以看得到的 它的價錢自然可以在網上再支撐上去 那可是在預售期買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初期不用拿那麼多的錢出來 就舉例來說 好我可能想好我要400萬的自備款 可是我初期買預售 我可能不用一次丟400出去 我可能就先付了200 那後面的200萬就是照著工程進度給 那剩下的錢 其實你可以讓自己去適應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房貸壓力的測試 舉例來說 就是你可能一個月要付5萬塊的房貸好 那我現在可能就是 每個月可以留個5萬5萬5萬下來 就是都不花的 就放在某一個戶頭內 那這個錢它就是讓你去適應說 你這個房貸的部分 你是繳納得起的 那這樣你就可以知道 到底是不是 自己能不能去負擔這樣子的貸款金額 跟它的一個壓力 了解 一般人都會說 房子先看了三五十件你就會了對不對 該不會你們真的看了三五十件 我們看了三 三十多間 這樣很浪費時間吧 Youtuber的時間比較 欸 這樣就錯了 我喝一口水 我也不能靜一下 不是 不是 應該是說 你們的時間可能比較彈性 對 因為一般上班族 沒辦法說 就是我沒事就是去看 對 那時候看滿快的 我們六日都會一天就排三四間 對 這樣看 因為我們一進去我就發現 然後不喜歡我們就走了 對 就是 不是我們一樣的歌曲 我們一樣我們就走了 那其實你們這樣看了那麼多 你們應該有發現 很多東西就是 跟你實際上看到 其實不太一樣對不對 就是舉例來說 你可能在中間的時候 我想要找三房 就會去他帶你 欸 今天還不錯 總價七千萬之類的 好 應該很常碰到這種狀況 很常碰到這種狀況 或者是照片 他拍的超漂亮 對 就進去裡面超漂亮 然後發現他的照片 是用廣角鏡頭看的 然後一進去就好狹窄 然後我們就 但是我們以前剛開始 會不太敢去跟房召說 哪裡不好哪裡不好 然後就在這邊繼續停著 繼續停 繼續停 就是默默 但是現在呢 就比較有氣說 下一間 對 下一間 對 下一間 對 我覺得其實就是 因為很多人都想說 我直接衝去店頭 或衝去街在中心看 好像可以 就是馬上得到你那樣的訊息 對 可是有時候其實不然 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們現在既然是要教你們 如何去一步一步做 我本來覺得是 有幾個網站的東西 是還蠻適合先讓你們做功課 喔 網站的部分 對 那網頁的部分 其實有幾個網頁 第一個是政府的 石家登錄的網站 石家登錄 石家登錄其實現在 做得非常的準確 所以你可以先知道說 你想要找的區域 它的行情加在什麼地方 你比較好換算說 到底我買這個區域 我能不能負擔得起 然後也不會買到貴的價格 對對對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 樂居網 它其實就是 我不是幫它打廣告 它就是把石家登錄 整合成一個 簡易版的地圖版 那我可以馬上知道 這個社區現在均價多少錢 這個社區一年內買多少錢 我應該這麼說 因為每個看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假設你是屋主 那你看著石燈 你發現你可以一瓶賣到50萬 我舉例好了 那我今天是客人 我跟你出到40萬 你會買我嗎 不會啊 對 所以很多人都說 實在都不準 其他沒有不準 它反而就是踩在一個線上 那你知道它是賣50的時候 那我跟你說 好我真的很有誠意 那就是大概就這個行情加 你賣我好不好 你可能屋主會覺得 OK我願意賣你 所以這個是一個基準點 那再來還有一個是 591的一個就是售屋的網 為什麼選它 不是選很多某某中間 因為我覺得 它的資訊會比較透明一些些 591 對 那你可以先知道說 大概這幾個社區 就你想找的社區的行情 大概在哪邊 但我有個問題 你是講到實價登錄 現在是已經2.0了 對 那跟之前的那個1.0 到底有什麼差別 差在哪裡 好我解釋一下 實價登錄1.0版呢 它會揭露的訊息是說 例如說好 中校登錄1段 可能1號到30號 嗯 它就是一個Range 這個大概Range 大概Range 對 它不會告訴你說 你的這個房子 到底是在哪一個號碼 哪一個門牌 哪一個樓層 但是現在的2.0版 不好意思 那個 哪一個樓層 哪一戶買多少錢 全部都揭露出來 哦 這麼清楚 對 所以我很有可能 知道我朋友買多少 當然知道 查得到 哦 對 那再來 第二個 最大的差異是 預售屋 那一個YouTuber 你現在心裡已經有那個 有敵人 哪一個 我來查一下 什麼清單之類的 在心裡面了 我跟你講 還有第二個東西很重要 是 預售屋的機制 因為早期 就是在1.0版的時候 預售屋我賣完之後 我是在就是在可能在結案 或者是在交戶的階段 他才會登錄 對 那舉例來說 好了 可能今天聚人買的房子 預售 那後來覺得 欸 市場不錯 然後賣給了宴廳 那他的成交行情 都不會出現的 哦 因為我登錄 只會登錄你的而已 就是 現任的 對 哦 但是 現在已經開 可能就不用繳稅了 對 對 可以這麼說 因為他就是 他的資訊可能就是 被埋沒掉 已經藏掉了嘛 哦 但是現在的2.0是 我現在只要交易完 假設今天是 8月24號 25號 我在下個月的 24號之前 我就要登錄這筆資料 嗯 一個月內要登錄 哦 他是一個嚴謹的 那登錄完了之後 假設後續 換了你的名字 不好意思 我還在登錄一次 這個房子變你的名字了 那政府就會自然去判說 哦 那當初價錢 跟現在價錢是多少錢 他就查得到 中間的一些 交易差 或什麼 所以每一筆交易 都會變成一個紀錄的 越來越詳細 對 那再來是因為他的時間 因為我剛剛講 他是等到交入後登 但是現在陸續接錄 其實就不太一樣了 我舉個例子好了 你可能很多人覺得說 我案子賣得很好 賣完了 可是你沒辦法查證 你之後再交入之後發現 奇怪 他不是 怎麼又在賣 他不是賣完了嗎 對 那現在都查到資料 就是我早一查就知道 他到底賣了幾間 而且賣了多少錢 單價多少 什麼私訊 其實非常的透明公開化 對 所以應該會不太可能是 一棟會有好幾個 不同的價格 會有 會有 還是會有 因為不同 因為大小分 我應該這麼講 房地產的東西很好玩是 同一塊地 它不可能再複製 就是一模一樣地地上去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是 就算同一的大樓 再同一在地上 它每一戶的房子的面向 跟每一戶的 就是你碰到的東西 都是不一樣的 就算是同一棟好了 十樓跟三樓 價錢也不會一樣 所以它每一間房子的價錢 其實都不會是同樣的價錢 那但是 會有便宜跟貴的 等於說我的考量點就是 我如果在這個任職中 我去出到一個合理值 是我願意可以接受的價錢 而且現在有時候 就是看預售物 然後那個建商都會講說 或是代銷就說 欸我就是時間賣完以後 我就要再漲價囉 對 每時間要漲一次價 你就會覺得說 天啊我是不是要趕快下訂 所以重點來的 以前這個方式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它到底賣的好不好 那因為現在又多的是 要在錄這件事情 就可以去查詢說 真的漲 可是當你查到漲起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漲到漲了 就你沒騙我真的漲價了 所以這個政策 其實政府對於這一塊 它是希望讓價格資訊更透明 就不然大家覺得買房子這件事情 尤其買預售 老人家都覺得你會被騙 對 那當這些資訊全部揭露出來之後 沒有這個問題 會比較安全一些些 那至於很多坊間有人說 那東西可以作假 可以幹嘛幹嘛 這個 我想沒人敢作假 作假也很簡單 因為那東西作假就是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是刑罰的責任 沒人會這樣做 好我想來看看 可以來我們來操作一下 好我們剛剛說到幾個網頁 首先第一個是內政部的 這個不動產的交易 實價登陸的網站 重點來了 現在資訊這麼大 真的是把樓層都寫清楚 對全部都有 對那我意思說 因為資訊很豐富很滿 所以你要看你的區域 到底是什麼 因為這邊都心中 像現在這一塊位置是 附渡性的位置 對 這一塊位置是頭前的位置 它基本上新房子比較多 那你看就是區的 反而就少了一些線 像這個融華路二段 它就告訴你說 這個房子它三房兩天兩位 然後呢 單價是39.3 那交易年月是今年的4月份 對那總價是2580 OK 這樣就會查出來它的一個行情價在哪裡 這些都是三房兩天兩位 對 那這個部分 因為它的資訊太豐富了 所以我們換另外一個 比較實際的網頁是這個 那樂趣的好處就是 它把社區名字都寫出來了 對 會更準確 因為你在附渡 在那個時代中 這個網址 它就是 對地址 其實你很難去分辨 了解 那可是兩個人要去比對 你才知道到底它的資訊是正確還是錯 那我覺得樂趣 真的沒有完異也可以 然後我這樣比較下來 樂趣 會比較有一個形體 因為我們常常看地址 我們會不知道是哪一棟大樓 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 有名字出來 會知道哪棟大樓 它的外觀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查竟然會直接查它的名字 對啊 而且其實應該是說 它整理的還不錯 只是有時候它資訊 因為畢竟它是用原本的網站的資訊過去 所以我要去核對一下 到底原本的網站的資訊 是不是你這樣子 就是也不要被上面的單純數字 因為畢竟網路的東西 有些數據它不是百分之百會 可能會表現錯 對對對 所以多方查證 那我剛剛提到第三個就是 591的網站 就也應該算是大家應該都是 比較常用的 豬豬竹也會很常用 對 它其實含售很多 包含預售 我看這邊也有 城武也有 那我還會做下一件事情 就是預算問題 對 所以先做了錢的排序 好 好玩的地方就來了 你看998萬 好像可以買到三房喔 但是重點是 這邊有寫全裝19瓶 全裝就只有19瓶了 對對對 它是小的 好那再往後走 因為你們 我剛剛講你的預算是抓到2000多的預算 好 那這邊大家就可以開始看了 你看頭前的 三房兩廳全裝51 主建屋22 主建屋什麼意思 就是簡單說 主建屋就是你的室內的空間 那 有時候 在一般在做計算的時候 就是你說我室內要35瓶 那大家就去抓 OK主建屋就是大概是35瓶的概念 那 主加附 附屬建屋就是指陽台跟雨澤 對 所以有時候陽台面積加進去 它也是一個選項 因為其實陽台空間大 其實有時候你也OK 那個陽台是我們在室內打開窗戶 就可以走出去 對 沒錯 但你有包含就是後陽台嗎 有 只要是陽台都算是附屬建屋 OKOK 外凸的都算嗎 算 陽台應該說它就是凸出去 是走得出去然後有頂蓋的 就是叫陽台 對 好那我們再往這邊看喔 你們的室內的 室內的權狀是要到 室內的 35瓶 OK大概就是這樣子 竹城新東京 頭前的一個案子 8年的房子 可是它的總價預算 就會到3088 就是說你的室內 因為應該這麼說 大家都覺得公設比這件事情 好像是一個問題 對 但是因為只要是新的大樓 都有公設 都有一定有公設 那包含它的電梯 它的逃生梯 它的那個就是大廳 這些東西都算公設的面積 那以現在來說公設比 其實大概普遍在 32到34 35之間都算是合理值 對 所以要去看你是這個東西 好 接下來怎麼殺價 就是 原是這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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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完之後 然後在房間裡面 灌水泥把它灌起來 那個新聞一爆出來之後 那個社區瘋狂丟房 不算賣 可是那些人是 就是原本的住 對 但是他們會降價 他們就會降價 對 就 假設你樓下有發生命難 你還敢在那裡 就不一定 所以你要有錢 你才有辦法去賣 新的房子啊 我跟你講 行萬里路 勝讀萬卷 來 我超期待這 漂亮吧 進來就是不一樣 問的問題喔 你們覺得 看房子最重要 最重要看的點是什麼 重點是 假設這一年 你可以省了幾百萬 你覺得好像花得來 好像可以喔 那就沒有差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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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